国庄古镇有家汪姓财主 老太太数年前患病 喝得苦水能淹死人了 那病却一天重似一天 总算卧床不起 当家的想起本镇 有位名叫江世杰的 是几代祖传挂师 门口高悬飞星批命的匾额 帮人向面占卜 有些灵验 病急乱求医 急派管家带上老太太的生辰八字 去江先生那边问吉兄 江世杰禁守焚香 摆下大钱 结果那份生辰八字 闭目送倒了许久 忽然睁开眼睛大笑 说了声 习去 大急 然后又是紧锁了眼睛 任管家怎样结问 再无下文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管家只得回去赵石复命 当家的仔细揣摩 江先生说大急又笑 说明是有转机 这西马 是了 往西走五件地 可不有为被狼中吗 早年欺负他名气小 还就没求过他 既然江先生指点 那就找他瞧瞧去 立刻派家人抬着小叫 将被狼中请到家中 这位狼中聪颖过人 尸骨不死守 沈迈开芳常有独到见地 但他不与着实同流 一文钱的并绝不投二文钱的药 因此受同行架空 在这一代备受萧瑟 这位狼中心里原本憋着气 待要过老太太早年吃过的方济一看 都是些平稳健康之计 尽管没危险 却怎样能救这垂危之命 索性让老太太报谢排毒 只需幸运留得性命 那时再徐徐进步 便可无忧无虑了 被狼中提笔开药 忧虑家属不仔细 他亲身坐镇监督 汪老太太吃下被狼中的药 连续上吐下泻 折腾得奄奄一息时 又改服被狼中的滋补方济 见能进食 不到两个月 居然可以扶着丫鬟的尖头 倒是外走动了 汪家人欣喜若狂 摆下酒肉 大宴被狼中和钱来贺喜的亲友 席间提到此前 都是往东往南往北求至 多亏江先生神算 指名西去 大吉往西一碰就准 果然活了老太太一命 提到快乐处 当家的打发人 给江先生送去一坛酒 表示感谢 大伙吃喝的快乐 送酒的小厮回来 当家问 江先生说什么来吗 小厮答 江先生连个谢字也没有 搭拉着廷老长个脸 一个劲的说欠好 小的问他终究怎样了 他说 天机 天机 这欠好里蕴含着什么天机 莫非说老太太这病 灰落下残疾 谁也猜不透 到底是怎样回事 我们酒醉饭饱 尽兴而散 其料这天夜里 一贯太平无事的锅装 却涌来一群土匪 将汪家大门撞开 闯入室内 把汪家老少时多口 全部从被窝里揪出 强盗们将资产搜掠一空 意犹未尽 其中一个用尖刀 抵住老太太脖子 威胁汪财主 说 你家教藏共有几处 都在哪里 面临得寸进尺的强盗 汪财主哪里肯说出什么教藏 正苦苦哀求时 则奈老太太大病刚好 经不住室外寒冷 猛地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身子剧烈一动 惊让尖刀刺入咽喉 顿时倒在血泊里 抢到见死的人 这财一哄而散 汪家破了财 却没能免灾祸 老太太仍是命丧鬼律 昨日喜事 骤变丧事 但是 昨日复宴在场的那么多人 回忆起其实情境 各个毛骨悚然 江先生对小思连说几个欠好 而且强调天机 其中必有缘故 若是汪财主大方一点 赶忙过去结问一下 可不就免了这场奇货 被众人一点醒 汪财主再也顾不得疼爱金钱 发送完母亲 即从教藏里取出一定大银 上门叩谢江先生神算 并请江先生往后多多照料 此时迅速传扬开来 江先生一夜间成了诸葛亮在世 刘伯温重生 赶来求钱成本财路的人 逐渐多起来 江先生把挂金涨了一倍 而且收了些只干活不受益的学徒 如有求挂者要提先预定 即是钱算更要额定多那挂金 天下市总是越难越有人巨堆 不到俩月 那预定排好的挨到三年后去了 这天傍晚 天气炎热 江先生在葡萄架下一张小桌前坐定 守着一碟海米 一碟花生 背面小学徒替他摇扇趋热 小酒喝得好不惬意 正在这时 进来一个人 恍惚认得 这不认西端的背郎中吗 江先生大声贺问学徒 都哪去了 说过多少次了 日落后不一定 不问补 怎样随意放进人来了呢 江先生真是人一阔脸就变 背郎中苦笑着摇头 是我骗过当门小厮 说是你独自约见的 怎样 江先生事前没算出来 这话让江先生无法答对 他怎样可能算得出来 不过 多年闯荡江湖的经历 让他预感到此人善者不来 相持下去免不了为难 便忙站起来叮咛学徒加板凳 来得好 你我兄弟畅饮一杯 叙叙交情 背郎中便在江先生对面坐下 地上生辰八字 兄弟父母遇上牢役之灾 大祸不解 特求指点迷津 挂金之事 断不能坏了先生规则 那要讨教二老生辰八字 既不确切了 背郎中歉意地摇头 父母有难 最急后代 先生只看兄弟有无灾祸 不就可以了吗 江先生又吃了一惊 这茶怎样忘记了呢 他匆促冷静下来 按老一套程序默念了一阵 道 说难即难 说不难即不难 此所谓绝处逢生者也 兄弟可能要破财 出白银白两 或可扰解 江先生经常用此法帮人分忧 你出到一定的银子 他便替你扰解 如果真的绝处逢生 他银子全受 反之功德缺乏 他也无力回天 银子交还半数 里外都是他只赚不赔 不多不多 背郎中连连作医 咸丰三年秋 家父被诬告与禁书案牵连 拜进家业也未能解救 父亲死女一中 母亲忧伤过度 也随了去 现在小弟怀念双亲一天 甚四一天 拼上拜进家业也要换二老生还 但是白费心机啊 江先生区区百金即可扰解 太廉价了些 这是什么话呀 江先生气得满面子障 事情已过近二十年 你抬出死人说事 这不是捉弄人吗 那就算江先生的不是了 背郎中不慌不忙 挂上就没通知你 小弟幼年就应当是孤儿 江先生没防备有这一招 但他还有退路 闭上眼睛冷笑道 你没看见我们钱对连横披上 是心成则灵四字吗 你心不成 这挂是无法算的 自古如此 算不算在我 准进决在你 掏银子吧 挂银一钱 加几两钱 共三钱 背郎中战动身 算进决 编赖我心不成 你这乃得心应手 好奸雕的术士 那么我问你 自己进来小病服药 虚计九百日 你何故劝我喝酒 这是二 你就没算出今夜有人饶你雅兴 前来捉弄于你 这是三 你三件是一件也算不出 那牌子自行砸了也罢 背郎中说罢 一甩袖子要脱离 却被江先生一把扯住 你耽搁了这半天 把我的酒都凉了 想赖我挂金不成 背郎中仰天大笑 你今夜真是昏了头 你没算出有点小才要发 这十四 顺着背郎中所指 江先生看见 板凳周围可不就放着磕银刻子 至少有二两 感情这星辈的策划好了 专门上门捉弄他 这人凭着钱不赚 不在家老实的看病 反而到这里搭钱买气生 终究图的是什么 江世杰泪破脑袋 也没算出个子五毛有来 一个月后的一天清晨 江世杰睡梦中被学徒潮信 本来他家刚买的大黄牛丢了 江先生从炕上蹦下来 全阵子除去财住 家有几亩薄田的贫民 几辈子也养不起头牛 更别说田户长弓 江世杰刚刚咸鱼翻身 这头牛算他一大部分家产 叫他怎样不及 含起所有的家人、学徒 包含热心的街坊协助 三天三夜没闲着 东西南北找出去几十里 那大黄牛提引没见一个 牛毛没见一根 难道是非了 江世杰上火 街坊们有人协助分析牛的去向 有人劝他报官 偏偏这时 贝郎中也夺了过来 慢声细语地说 你江先生举手之劳 掐指一算 那牛现在何方 直接牵回来便是 何苦劳师动众 几天几夜地折腾 这但是哪把壶不开提哪把 贝郎中如此一提示 当场就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 把个江世杰掖的张口结舍好半天 分明是抬杠吗 有本事你算 算出来 我当众拜你为师 不值一提 贝郎中微微一笑 我是正宗读书人 岂有不熟安 一经之理 不似你一花皆目 未骗金钱信口雌黄 篡改祖先学识精华 我何妨当众替你算一下 算不灵 我陪你两端牛钱 明日一早卷起铺盖脱离锅庄 一生不在此地露面 怎样 说一是一 你算 江世杰将信将疑 兴贝的真是自取其辱 一个开要方的想算出 他几天找不见影的牛 他有多少钱赔呀 算挂最讲究的是新城泽灵 你见天挂在嘴上的 不会不懂这规则吧 被狼中眼睛一闭 喝道 跪下 好个奸雕的备货人 江世杰咬牙切齿 只需我不下跪 他就推说心不成 借机赖掉两端牛钱 想得轻松 他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弟子江世杰潜心受教 一跪两端牛钱 众目睽睽 看你备货人怎样收场 我问你 徐兆时回答 那便是新城啊 贝狼中问 江世杰 半年前汪府管家求补 你是怎样把老太太给算死的 这一招很毒 江世杰跪在地上 心里不停地盘算 现在站起来与他理论 那刚才但是白贵了 兴贝的必定用他江世杰 抵挡他人的法子抵挡他 兴不成算尽绝 可照实讲出来 往后 权衡再三 认为不能廉价了备货人 仍是顾眼前两端牛钱要紧 江世杰坦白道 他哪里会算人生死 那天汪府管家来求卦 他忽然想起 汪财柱曾当着他人说他江世杰是骗子 现在求到他面前了 一联想老太太一大把年纪 又病了那么久 必定是死人一个了 于是就随口说了句西去 大吉 他这大吉是两端堵的 十俗 人过七十未知喜脏 老太太好了 当然大吉 死了 大吉就知喜脏 想不到的是歪打正着 被郎中给治好了病 那你是怎样育之 汪府夜里出事的 那土匪是不是与你有关 这一句 令江世杰汗如雨滴 被郎中此招更毒 汪家遭匪难出了人命 官差正四处击访 沾着水 死无葬身之地 如回绝回答 便是默认了跟土匪搭鞭 众人在侧 那即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江世杰宁可露了底 也得把自己开脱了 那天汪家细庆 江世杰只道非请他上座不行 谁想只送来一坛酒 江先生好恼 恨汪家也太小气 心想 哪怕天之鸡 我也可作谣 不小心说出了口 小思当场结问 他无法回答 只好闭目尽声 小思把天鸡听成了天鸡 是这样啊 被郎中如梦方醒 你找你的牛去吧 正东方不出无理 前后左右都不要费心了 你的牛只在半空 牛不是鸟类 怎样可能在半空 江先生暗地里安排下心腹 盯住被郎中 如发现他有逃跑的企图 先痛打一顿 然后绑了宋官 告他个妖言获重罪 然后亲身带人往东寻觅 一行人找出缺乏无理地 进入一片森林 面前一株碾盘粗细的老树 树身倾倒在另一棵树上 搭成一座斜坡桥 他的牛栓在那斜坡桥上 枝叶遮住 不细看难以发现 可不正如被郎中所说 牛在半空中吗 江世杰帮人消灾 血南原自己之梦 我们都知道他那套诗骗子伎俩 远不如被郎中 第二天 徒众一混而散 老江家门可罗雀了 江世杰悔恨焦家 这位郎中不费一文钱 害得他当众下跪 亮丑 尽管找回了牛 可那牛原本便是他自己的 算来算去 吃亏的是他江世杰 更上火的是 他在锅庄是无法子混下去了 忽然江世杰响起 被郎中一见文若书生 给他投牛都不敢进钱去签 他是怎样知道牛在五里外高空的 只能是算得的 本来人家才是真正的诸葛亮在世 假设得到他的真传 若大世界 随意换一个当地 照样吃香喝辣 逐渐打定 江世杰厚着脸皮去见贝郎中 要求他传授神卦之术 贝郎中说 我那可不是哄人的把戏 要真功夫 你想知道基础 还需去那天算卦的地址 当初在场人一个不辣 否则我是不能开口的 江世杰只好一一照办 师父您看还缺哪个 我知道读书人不讲废话 您应当把知道的全通之学徒了吧 贝郎中为其开口 就听一声我来也 人随声道 从高树飘落一个人影 众人一看 这不是丁铁宝吗 再看江世杰 脸色有些不自然了 丁铁宝朝江世杰一咧嘴 江先生还认得我吗 这丁铁宝打小优手好闲 庄稼不做 买卖不学 倒把一套飞烟走壁的绝活 练得炉火纯青 套小偷小木过日子 有道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他历来不打本地人的主见 因此没人戒备他 一个月前 小丁的父亲忽然病重 别看这丁铁宝优手好闲 见父亲病重 却十分着急 传闻江先生神算 就过汪老太太一命的 便带了双倍的挂金 去求江世杰 江世杰一见丁铁宝 眼睛就亮了 他看过小丁的生辰八字 变不住地摇头 你另请高明吧 令尊这灾祸欠好破解呀 先生无妨直说 挂金我可在家背 你是为诱邻所防 江世杰直扎把嘴 你竟这丁字指一条腿 而你家网友 必有姓两条腿的街坊 你怎样翻得了身 先生神算 丁铁宝毛色顿开 我右边的街坊 他姓背 可不是两条腿 先生得救我父亲啊 有破解之法 但求明示 如果在本月内 拿掉姓背的一条腿 你父亲可以再得十年阳寿 牢记此系天机 若让任何一人得知 令尊祸在旦夕 江世杰急了 你血口喷人 哪个跟你说这样的话来过 既然如此 背先生双腿却完好如初 这又作何解释 你急什么 容我慢慢向乡亲们说之 让我们凭对错吗 其实 丁铁宝一想 这江先生怎样知道 我周围有家姓两条腿的街坊 神啊 越发信以为真 一出江家门便咬牙切齿 贝郎中 你我本无冤仇 可你要阻碍我父亲性命了 那就莫怪我手狠 一路把怎样收拾贝先生的法子 规划得天衣无缝 只待当夜下手 人却已经进了自家家门 一进门 丁铁宝愣住了 昏暗的小屋里 弥漫着一股药味儿 老父亲躺在炕上 炕边坐着的不正是 他的冤家贝郎中吗 老父亲一见他回来 气喘吁吁地说 你求个挂怎样去嫩酒 若不是贝郎中 你我父子阴阳两格了 这才知道 老父亲扫宅院 忽然一跤跌倒 昏迷不醒 恰巧被先生在院里闲步 匆促赶过来 一阵针扎就活了他 又亲身煎药 若再迟一刻 纵然就得性命 也要终生卧床了 贝郎中说 仍是老人家命大 才有这般巧合 先生 您 丁铁宝感叹道 今日夜里就要砍掉 人家一条腿 没料到确证是 此人救了他的父亲 他仅有那么几钱银子 付了挂金 眼下拿什么感谢贝郎中 贝郎中笑笑 我看你一贫如洗 哪里有钱付诊费 你不必忧虑 就冲你这份孝顺 令尊的病 我迟早照看便是 贝郎中连谢字 也没听到一个 动身告辞 丁铁宝呆了半上 前后一想 那个姜世杰不是东西 他既然会算 怎样不知道 我父亲有灾祸 怎样不知道 有贵人搭救 眼下这情况 我怎样能去砍人家的腿 这些他都算不出来 岂不是骗子 这天夜里 原本要去害贝郎中的 丁铁宝却去了江家 凭他身功夫 将牛迁到了大树上 做完这些 丁铁宝一头磕在贝郎中脚钱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 铁宝虽是贼绅士 却知恩图报 那姓江的骗子丢牛 罪有应得 小人过来奉告一声 请先生带我照料老父 今夜我将那牛迁到林县卖掉 所得之财 尽属孝敬先生 被郎中一听这话 急得乱摆手 不行呀 不行 诚挚骗子 怎可报以偷盗 将是当然有错 幸与我无伤 送到官府 也不至于重罚一头牛 你父亲的病只管定心 你须看我薄面 赶忙还了回去 丁铁宝跪在地上不愿起来 先生如此宽厚待人 令丁铁宝羞愧难当 从今日起 我决一洗手不干了 你若是有诚意 那就随我学徒吧 但是 有道是偷走简单送还难 江家现在人满为患 怎样送回去 如果让牛自己回来 半路上让贪心人捡走 那根部还有什么两样 被先生考虑了一番 决定当场揭露江世杰的行径 劝说他人修上他敌当 就算是对他的劝戒吧 本来牛的去向 贝大夫是这么算出来的 江世杰再次跪倒在地 若是牛送公堂 世杰也难逃罪责 感谢师父高抬贵手 学徒这遭是心悦诚服 我消除背井离乡的主见 往后不再做这骗子勾当 只想跟师父学医 更学做人 贝郎中本来便是银吃卯粮的日子 眼下随便添尽两个学徒两张嘴 往后怎样支撑 不必忧虑 乡亲们一见贝先生如此斤斤计较 若求他看病挥不仔细吗 于是纷繁替他扬名 不但乡亲们有病争着上门求治 同行们也各个佩服的五体投地 相约登门攀谈 切磋记忆 应把贝先生奉为领袖人物 医生们感叹 拥医看病指治人 良医除病更指心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